电动车产业其实是在台湾除了半导体工业以外 第二座对台湾未来工业转型升级发展 非常重要的产业 最后预祝鸿海的这个 制造的鸿海转型为科技的鸿海 一切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现在这位神秘嘉宾 已经亲自驾成着我们的model b 来到舞台上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创办人 欢迎我们创办人 鸿海你科技日 摆在了我的生日这一天 这个一同来举办 让我们每年都有非常愉快的生日 都能够收到非常贵重 而且这个非常对台湾来讲 有带有这个领先型指标型意义的产品 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礼物 非常感谢你刘兄刘统长 这应该的应该的 好 这个电动车产业呢 其实在台湾除了半导体工业以外 第二座对台湾未来工业转型升级发展 非常重要的产业 鸿海在这个时机内 我们进入到了 这个汽车 电子汽车的产业 那么我们的国际化 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设计 以及我们的速度 鸿海的速度 我想这样可以代表台湾 集合台湾的所有的工业 展现在四人的油钱 最后预祝鸿海科技日 这个顺利成功 最后预祝鸿海的这个 制造的鸿海 转型为科技的鸿海 一切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